京城有这么个地儿,它用身串起了老北京城的六百多年历史,它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和百姓生活。 这就是六百年时间的表达者,中古楼。中古楼在北京中楼县最北头,迪安门大街以北,最早建于元代至元九年,开始叫七正楼,两楼前后排列,相距百米,和传统的中古楼左右排列不同。 建筑史上,北京中古楼规模最大,形质最高,是古都北京标志性建筑之一,也是见证中国几百年历史的重要建筑。 中古楼高高屹立着,不断迎接下一刻,下一天,下一月,下一年,下一代。 今儿个老渔翁就带您进中古楼,听听陈中木谷。 由于陈中木谷的谐音,很多人以为都是早上敲钟,晚上敲谷。 中古楼,其实是早上先敲钟,后敲谷,晚上先敲谷,后敲钟。 中古楼是中楼和古楼的合称,北京的古楼建于明代,中楼建于清代,主要作用就是宝石。 刘新武在他的中古楼中这么描写。 北京城中轴的北端,屹立着古老的中古楼。 古楼在前,红墙灰瓦,中楼在后,灰墙绿瓦。 古楼胖,中楼瘦,尽管他们已经不在,冥想陈中木谷了。 但他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,依然微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着时间。 中原来,前面破坏的石头。 有限不在意,冥想这样的石头。 那里,是空谷,尽管会。 老家族的石头。 若子,若子,是空谷。 这里,是空谷,尽管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